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买好 她买好了 她哪里都好 她就哪里都好 我就是喜欢她 喜欢她 喜欢她当饭吃 当衣服穿 是吗 喜欢她 跟她走吧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 不用吵 那个 就是我 能不能不要生气吗 就是 现在他们俩吵架 你做何感受 肯定难受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吧 将来如果再次出现他们之间这样的问题 而且是因为你 你怎么来摆平 我只爱她 她爱我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妈妈不同意的话 我真的 我已经 我真的很辛苦 知道吗 因为我特别一直想和她聊天呢 想和她见面 就是慢慢了解 不是吵架那种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 我抚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马上就要被你拐跑了 这不是因为我知道吗 不是因为你 因为谁啊 就从你出现以后 她开始变得 那我问你 你一直说 跟我降嘴了 你一直说 你特别希望你的女儿开心 对吧 你以后我们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你以后见她的时候 你有感觉她开心吗 她开心吗 你拿什么让她开心啊 我知道 妈 你去给我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吗 我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吗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享受快乐的生活 开心健康吗 妈妈 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小时候 你 你跟我爸爸离婚 你未来不让我跟爸爸见面 我跟爸爸上个窟窟聊天 你都不让我聊 我把我所有的心情都给删除了 小时候 我喜欢画画 你非得说 画画不算什么艺术 非得说 按照你的意愿 唱歌跳舞才是艺术 可是你知道吗 唱歌跳舞 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考大学的时候 想考到南方去 想报考旅游专业 可是高考志愿的时候 你是硬生生的把我的志愿给改了 改成护士专业 工作你给我安排了 我所有的路都是妈妈你给我铺好的 妈妈就是希望你幸福 可是我遇到宝宝 他让我知道我应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他有什么好的 你看他有什么好的 他真的挺好的 挺真诚的 然后对我特别好 特别爱我 妈妈从小一手把你拉扯大了 我不希望你 他再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了 我知道我理解你 妈 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真的已经长大了 我需要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你能尊重我 尊重我的想法 感觉能当饭吃吗 感觉当衣服穿吗 你喜欢他 好 跟他走吧 走吧